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10年 我就开始就聚集大熊猫接生 玉悠这一块 大熊猫接收去了 更多的时间就想 我到底要给他准备什么东西是最好的 训练要用那个口哨嘛 很多时候大熊猫训练 其实是动物给我的一个反馈 我一叫它它就过来了 有吗 它在吃的上面的话 有几十种厨子 分辨的质量啊 上面我们就能体现出来 就是说它到底喜好吃这种厨子 这地方香不香吗 这口也香 在野外它如果说缺什么东西的话 它会自己去找 经验台上我们就定期这个做体检 大熊猫就说做完检测过 它缺什么微量元素啊 我们会放在那个苹果或窝头里面 就直接给它了 我们把那个竹子擦起来 是模拟的一个 大熊猫野外的那个采食习惯 我们让它学会自主取食 自主觅食这个习惯 丸区这一块的话 我们就是加入一些东西 给它藏进去啊 或者是让它就是说活动的啊 让动物去表达自己的自然性 我们卷养熊猫 其实是为了把熊猫放回自自然 保护这个生物的多样性 而做的那个努力 我期待我以后能看见 我养的熊猫一匹一匹 生活在野外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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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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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